大家好,我是文伟,今天咱们接着来聊中国的物价 前两天我做了两集,就有很多人过来留言 然后还有这样一类留言 我看到了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在条件反射般的来反驳我 他们一看到我说中国的问题 他们就觉得我是在黑中国 然后他们想也不想,就条件反射般的来反驳我 就说我说的不对 然后拿他们的地方的一个例子 来把我整个的观点全都否定了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想法 好像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能够站在中国政府那个角度 给中国政府开拓的那种状态 他也不想想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或者他也不想想我说的是不是对他有好处 就拿这个物价这个事来讲 如果说就是说像国内的情况的话 很多人不敢说 而且说了可能这个声音也发不出来 那么我们在国外呢也不说 大家全都不讲 那中国政府就可以做得很随意了 对吧 涨了也没事 反正大家都不吱声嘛 对不对 那最终受害的是谁呢 不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吗 也包括这些条件反射般反驳我的这些人 对吧 这个呢就是看到这些留言以后呢 我的一些感受吧 咱们这个书归正传 然后这两天我做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视频当中的题目 我是这么起的 最后就说中国这个物价呀 要感应超美 然后就有些朋友留言了 说你这个说的不对 我开始以为吧 他们可能是要反驳我 或者是要说我又标题党了 对吧 但是呢 恰恰相反 他们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感应超美 中国的物价 就是包括食品价格 早就感应超美了 你怎么现在才说这个事啊 因为我说的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的物价已经更高了 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仔细琢磨琢磨 还真是那么回事 去年跟一个美国朋友聊 这个美国的物价 当时我就很吃惊 为什么 那个美国物价比这个韩国呀 我看大致就食品价格能便宜一半 然后我也想起 回忆起 以前有很多这个韩国人到美国去 就买那个衣服啊 像Polo啊 这种衣服 比韩国便宜多了 包括很多在韩 美国长期居住的韩国人 回来的时候都带一辆车回来 因为在美国那边 车也便宜 我仔细想想 韩国的这个物价呀 在全球范围来看的话呢 已经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了 我觉得 但即便如此 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物价 咱就讲绝对 只要中国的这个物价 房地产和车呀 电子产品 这就不用说了 以前就比韩国贵 那么食品价格呢 现在也是超越韩国了 我还真做了点这个功课 但食品价格不是说整体 基本上跟韩国差不多 或者持平 甚至有些方面是超越了 我做工作就是 做功课 了解了一下 这个猪肉的价格 因为这两天 朋友们留言 很多人留言 他就是 都说都在 主要是说这个猪肉的价格 我看到猪肉的这个价格呢 不同地域 根据猪的这个不同的部位 可能 价格它不太一样 但是整体上 我看了一下 就猪肉的价格 平均不同的地域 还有猪的身上不同的部位来看的话呢 现在中国国内的一斤的猪肉的价格 就是30块钱 一斤 30块钱 然后呢 我就看 调查一下韩国的这个猪肉的这个价格 就在外面一般的店 就我住的这个 住的这个城市 到外面去 一般的这个猪肉的这个肉店的价格 是五花肉呢 在50块钱 左右一斤 然后呢 猪脊肉呢 包括前腿肉呢 在25元左右一斤 然后后腿肉呢 就是后秋吧 大概在15元左右 韩国这边后秋反而便宜 然后呢 你整体这个平均来看的话 这 我刚才提到这些价格 是算比较贵的价格 因为 你要是去一些特别的一些商店啊 或者一些 一些大的超市啊 或者你通过网络购物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地方 卖的猪肉价格 要比我说的还便宜 那么你整体算的话 平均算 也是综合韩国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 猪的不同的部位的话呢 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 韩国的这个猪肉 甚至更便宜 也就是说 中国哈 它的食品价格 起码在猪肉 已经超过了 韩国 韩国已经是 在全球来讲 物价比较高的这个国家了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但是 大家不要忘了 以前我讲了 韩国人的工资 是中国人的工资 平均来讲 我觉得至少五倍吧 五倍 中国当然有有钱人 那你整个平均来看的话 至少是五倍 但是很多方面价格呢 已经超越 韩国 但吃的方面 最后一块 吃的方面 也基本跟韩国吃平 当然你要谈到牛肉 但是韩国还是韩国更贵了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现状 那中国老百姓 现在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我是很能感受得到 什么感受呢 我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 刚刚到韩国来 拿着我的那个收入 到韩国来的这种感觉 消费的那种感觉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 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我以前也说 读大学的时候 我三块钱 在大学食堂就吃顿饭 到了韩国来大学里面 一顿饭 五倍 十五块 甚至更多 二十块 你想想 我拿着我那个 在中国挣的那些钱 到韩国来花 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子 那么 中国老百姓 基本上就是那种心情 而且可能更糟糕 因为 那时候起码 我以前讲 一个月 我当时收入也是四五千 现在中国老百姓很多 也就是一两千 两三千嘛 对不对 所以 中国老百姓 现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还是那样 那么讲 房地产 其他的我先不提 就说和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 吃的东西 我看到 大家的留言 我总结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菜 蔬菜的话 就是十块钱往上 猪肉 就是三十块钱往上 牛肉 就是五十块钱往上 基本上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这样 那工资 就是 普遍大家反应 就是提高的不多 甚至有很多人失业了 没有工资了 那有些人说了 哎呀 文瑞 你这个说这个话吧 就是 等等再说 没准过两天 这个春节过去以后 对吧 这个物价也就降下来了 是不是 这是一时的现象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也不太大 因为 这次涨价 大家看 他不是说 某个个别的地区涨价 不是 他基本是全国范围内的 我看到留言来自 就是国内各个地方 而且他这个涨价的 这个时间 在春节前 很长时间就开始了 涨价了 而且现在前后跨度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对吧 其实这个物价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也是 就是说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 对吧 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物价涨得过快 如果它不是中国政府 在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在中国政府的这个想象以外的话 他马上就会来过来调控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范围之内 在中国整体上 这么大的范围之内 都出现这种涨价的情况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它起码是中国政府默认的一个情况了 就是它中国政府可能也控不住了 你涨也就涨 然后它 它可能设定一个幅度吧 到这个程度 对中国政府 当然对中国政府是有好处的了 他一看老百姓长了以后 老百姓可能也都没说什么 那他们觉得就这么地吧 反正老百姓 你至于说你内心的感受痛不痛 我他不管 反正你没反抗 那这就这么地了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种可能性 这也是我的猜测 就是说去年习近平 他不是强调大家节省粮食吗 对吧 就是不要在吃的方面浪费 这个事 这个主要原因 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中国现在这个食品 它量不是那么大 他总想等到今年 到今年啊 这个夏粮能够丰收以后 他接上这个 接上这个6 但是呢 很多老百姓可能也已经生 浪费习惯了 他也没有那种节约的那种习惯 那好了 现在就把这个价格给你涨上去 涨上去以后的话呢 那现在我觉得 很多人吃饭的话呢 可能就第一 他买的量少了 买的量少了以后呢 吃的可能就更精细一点了 可能浪费呢 也不会那么多 这个我没准 我想没准可能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目的 把这个价格涨上来 但是整体上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这个控制不住了 所以呢 到年后 我觉得这个价格它不会下来 因为老百姓大家也没说什么呀 对吧 你难受也只是你自己心里面在难受 中国政府一看 哎呦 行 那就那就这么维持吧 甚至还会往上涨 原因呢 以前我也都说过多次了 钱越来越多 东西越来越少 从外面进来的也越来越少 那肯定是 这个东西会越来越贵啊 只是说 这个节奏的问题 中国政府它 如何控制的问题 涨是肯定 往上涨 但会不会像这几个涨 再涨得这么快呢 我觉得 这个也确实是可能 中国政府的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吧 再往上涨的话 老百姓还能不能承受得了 这个呢 咱们还得一点点看啊 行 今天就咱们必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